电视剧《水报》中,周围国带着突击队穿着日军服装卫装成日军进入日军武器库,一口流利的日语,让他们顺利潜入。 电视剧《愿争远丁》中,一个美国派遣的军官来中国指导战斗,陆上遇见中国兵,错当成日本人,差点造成误伤。 日军为了打探巴陆军的下落,会假扮扛默军被打丧人员,向老乡们问路等等此类的情况,不仅我们在影视剧中可以看到,在战争年代,更是对内阳军的常用手法。 中国有句古话,兵不厌诈,战争中,对友军、敌军的识别很重要,稍有不慎就可能出现误伤,甚至会暴露行踪,造成不可固然的损失。 二战期间,日本和德国作为法西斯联盟,与世界为敌,而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联盟,自然是统一战线。 因此,我们和美国也有一个共同的敌人,那就是日本鬼子。 打起仗来,美国士兵可能会不知道怎么去区分中国军人和日本鬼子,因为两个国家的人长得差不多,都是亚洲黄种人,头发也不像他们那样是金色的。 那美国大兵,是靠什么去分辨出日本鬼子和我们中国军人呢? 这里要分两种情况,第一种情况就是在双方交战,互不模仿的时候,最为显眼的是旗帜,日军是高要旗,我们中国军人旗帜有两种,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打青天白日旗,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,新次军,很少用青天白日旗,事实上,除了延安总部,其他,游击区的军队,很少使用旗帜。 或者用党旗单军旗用,根据地都成为抗日民主政府,使用红色地部的连岛斧头旗。 其次是枪线,枪支的外形就不赘述,内行的人听枪声,就能分辨是中国军人还是日本军人。 还有一个比较直观就是军服,中国军人的服装是偏向于大蓝色的,服装朴实,而日本贵子的服装都是比较偏黄色的,大蓝色和浅黄色,肉眼一看便一目了然了。 第二种情况就复杂了,就是在双方相互模仿,秘密侵入的时候,这个时候就要考验智商了。 首先双方有口音差异。 这里说的差异,不仅仅是局限于中文和日语这一说法,更多的是说话的方式。 中国人说话长就一言顿挫,干净利落,听起来让人很舒服,而日本贵子说起话来,就是机里姑拉的一大堆,而且还都是一个口音讲出来的,说话也蛮霸道,感觉我就是老大一样的意思,说话语气也都是狂得很。 其次是双方有身形差异,日本人个子小,而且是普遍个子小,哈哈,毕竟他们遗传记忆就是如此。 而中国人个子高大,特别是东北人,个子更高,所以,一下子也就可以分辨得出来了。 再次就是双方有气质差异。 中国人比较谦虚,不会随随便便去挑衅别人,走路姿势比较温和,做人做事比较朴实。 而日本鬼子就是喜欢高高的抬起头颅,大摇大摆的走路,直高气昂的,而且日本人眼神看起来都是那种狠阴。 显得,有种杀气腾腾的感觉。 还有就是双方有战法差异。 由于中国人缺少武器装备,军事基础比较薄弱,更多的时候是选择打腹肌战,麻雀战,地雷战,地道战,来和敌人对抗周旋。 所以,在战法上比较灵活,指挥官也比较民主。 而日本人军事力量强大,武器先进,战法就比较大到野蛮,喜欢主动出击,动不动就是大扫荡,要武扬威,指挥官更是专之蛮横。 所以说,哪怕是在相互模仿时,战法上还是会有所倾向。 最后,再告诉大家一个区分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的必杀技。 下面是一组有味道的照片,身体不适者请勿下翻。 这个必杀技,就是脱下鞋子看脚趾。 中国军人的脚趾大拇指和食指之间没有太大的缝隙,但是日本军人在本国一般都是穿着木鸡的,所以,这两个脚趾头之间的距离就比较大,而且会有影皮。 这个方法也是比较靠谱的,虽然在战场上的实用性不强,但是审判的时候就相当有效了。 欢迎关注老兵的《最优优的局势平台》。